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经过一长串的理论和预备知识的学习 我们终于来到了代码实战的部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说的内容 上节课中说到了我们这个开发环境的配置 浏览器 is enough 这里我们用了两个浏览器 Firefox 火锅浏览器 或者Chrome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两者都可以 那么用Firefox浏览器的话 无需配置 我们如果用Chrome浏览器 就需要配置一个启动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打开火锅浏览器 我们把Flappy Bird 这个原始的网页文件 扣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操控这个小鸟 运动起来 原来这个 火锅浏览器就非常方便 我需要配置太多 那么我们换一下 跨面浏览器看一下 打开跨面浏览器 同样 打开这个网页文件 大家看 这个时候出现了黑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错误信息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错误 他说 这个File点这个东西 协议他不支持 他只支持HTTP 以及后面这一些 异常传的协议 那么我们加这么一个启动参数 其实就是让 CORM浏览器支持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前缀 我们来试一下 先把这个 CORM浏览器关闭 然后我们从这个命令行 输入刚才那一串命令 这个我们在PD上有 那输入这一串命令之后 打开了这个CORM浏览器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时候就正常了 大家看 小鸟就运动起来了 那么这里呢 我推荐大家使用CORM浏览器 为什么不推荐活物浏览器呢 因为活物浏览器 比较庞大 运行起来比较卡 那么CORM浏览器 这个大家也看到了 比较一下 CORM浏览器 确实更加流畅一点 那么 环境的这个配置部分 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部分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代码的结构 上一节课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我们主要的一些代码文件 其实都在src这里面 那么 entity里面有我们上节课说的这个 bird.js 以及pipe.js 这里定义了 鸟的一些特性 以及这个管子的方向 等等一些特性 那么我们主要用到的 这个文件呢 其实在screen里面 这里面有main.js 以及title.js 那么我们要用的这个文件 就在这个main.js里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main.js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函数 以便于我们对这个main.js 进行更好的修改 main.js 其实定义了是整个游戏的一些基本的逻辑 操作 函数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来看 main.js 就是整个游戏有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小鸟是在飞行中还是这个小鸟已经死亡了 有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shake和flash就是一些整个网页的一些特效 比如说小鸟装在水果上之后 那么整个网页就要震一下 类似这样的一些定义 那么这个init这个函数其实就是初始化 那么我们这个小鸟 在这个 在这个网页中 我们运行起来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初始化的状态 我们要把这个背景初始化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鸟 它每次运行的时候这个颜色 包括这个背景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在initial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reset一下 重置整个游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整个游戏的状态设置成born 然后定义这个鸟的这个状态 你看这个颜色 随即选择这个鸟的颜色 这个水管 我们设定初始的几个水管的高度 一些状态 那么这个tick函数我们上一节课 也有说到过 在之前的课程中有说到过 因为游戏这个时间 使用的并不是我们这个系统上的时间 而是游戏它自定义了这么一个游戏的时间 那么通过这个tick这个东西来控制 这个游戏的进度 我们在这个tick函数中看到了 我们获取当前的这个游戏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游戏是born状态 还是get ready状态 是running dying以及game over 这么几个状态 那么每一个tick结束后 判断一下当前这个状态 是在这几个状态中的哪一个状态 它这里用了一个switch case这么一个语句 那么判断在不同的状态 下面执行不同的操作 比如说如果这个鸟 它在get ready状态 那么它就在等待一个输入jump 那么在这个等待的 在这个jump这么一个按键输入之后 这个鸟就开始运行起来了 gold then stay running 这个鸟就运行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背景也开始移动起来了 因为在上节目中 我们收到了一个相对运动的原理 其实并不是这个鸟在向前运动 鸟做的这个运动 只是这么一个垂直的上下运动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实际上在动的是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背景在动 那么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状态还不是一个get ready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就刚才那么一个状态是get ready状态 我们再来看 对就这个状态 是一个get ready状态 那么更多的关于这些状态的细节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函数 那就能够了解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shake flash状态 在这里就已经有 以及最后game overall状态 那我们要重新初次化一个游戏 大概都在这里 那么这个游戏中最常见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running状态 就是这个鸟在空中运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鸟在空中运行的过程中 它每经过一个tick 它会调用一个this.tick.running 那么tick跟running呢 这么一个函数中 这些都是鸟的一些飞行的状态的一些变化等等 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在这儿 检查这个鸟和这个水管有没有碰撞 那么如果有的话 当然这个当前的状态就会设置成dying 这么一个状态 最后然后游戏就结束了 那么下面moomland是这个背景移动了这么一个 以及设置这个高宽水管的这个一些参数 那么最后已经先生成这个游戏 生成这个状态等等这一些 那么后面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去关心 我们从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大家也可以联想到 这个我们最需要关心的这个函数 其实就是tick这么一个部分 因为这个tick中有鸟的所有的这一个状态 游戏整个所有的状态也都在这里 那么tick同时又是 整个游戏中最小的一个时间单位 每经过一个tick 会调用tick这么一个函数 恰好对应我们q学习中 每经过一个状态转移 那么我们就进行一次 q函数的这么一个更新过程 刚好对应在这 那么整个代码的这个基本的环境搭建 开发环境的搭建 我们两个浏览器 以及这个main screen.js 这个代码的一些基本框架 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在下一节课中 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 来开始编写我们的这个 Flappy Bird AI的程序 好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